- 不過這次試的車子 的確會讓大家熱血沸騰的車子 - 對不對 是 法拉利的車子 有人說能看到它就算是不錯了 - 對不對 但是它親自去開了 - 對 其實法拉利真的是許多人的夢想 - 對 雖然說做編輯做了蠻多年了 - 可是畢竟能夠有機會去毫無限制的 - 讓你很自由的去這樣全力去飆的話 - 真的假的毫無限制啊 - 算是第一次 真的真的是沒有限制 - 真是 - 它很大方的車子就給你 - 你就直接開走了 - 很放心的給你 - 對 我們要開走的時候要游一下 - 真的嗎 - 有沒有人陪在旁邊 - 沒有了沒有了 - 就我們就直接車子丟給我們 - 就開吧 對 - 這回到底跑到哪去了 - 我們來看一下 - 這個是法拉利的基地嘛 - 是 - 好 我們介紹一下這個地方 - 其實這個地方來講 - 對許多法拉利米來講的話 - 它是一個 等於是一個聖地 - 聖地 - 對 它所有的法拉利跑出來開發的 - 那 法拉利的那個CEO - 好 - 他 Sean Todd - 大家就跟 - 還是很舒服 - 這個耳熟能詳 - 對 它也來參加我們這個晚會 - 然後來歡迎我們 - 好 - 然後他跟我們講文化的時候 - 他馬上就飛走了 - 因為他要去那時候的F1比賽 - 就是87戰 - 對啊 - 那對 有看F1就知道了 - 所以在現場他還把這個 - 這次你們要試 - 你們這次去試的車子 - 我們先講一下好了 - 是 是 - 好 我們試的是F430 - F430的一個高性能的氣量化版本 - 叫F430 Scuderia - Scuderia - 好 Scuderia - 所以說你們在這個介紹的時候 - 它也展示了一些相關的一些 - 它的引擎跟配件 - 是 - 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那個影片這個地方呢 - 就是它法拉利測試到Fiorano旁邊的一個VIP的休息室 - 測試到旁邊的VIP的休息室 - 對 對 對 - 所以它這邊有成列了那個F1它的一個引擎 - 還有它F1車手用過的一些配備啊 - 都在這邊嗎 - 安全帽啊 都在這邊 - 對 對 對 - 我們剛剛講到這個法拉利的工廠 - 它所位置 它所位置在的什麼地方呢 - 它是在那個... - 義大利的首都啦 - 布洛尼亞的旁邊 - 它有一個莫德納 - 莫德納 對 - 莫德納在一個小城市叫馬倫內諾 - 馬倫內諾 - 所以這個小城鎮它整個就是為了法拉利來生了嗎 - 是啊 - 整個一個城鎮幾乎所到之處都是法拉利 - 對啊 看得到 - 當然不是說大家都開法拉利啦 - 如果是有這種地方 - 如果是有這種地方的話我也要搬過去住 - 我都還蠻好奇 - 大家是不是都穿紅色衣服 - 穿紅色衣服 - 我們想到法拉利 - 大家就想到說是一個紅色衣服嗎 - 對啊 - 因為紅色是它當初 - 義大利在比賽的時候的一個代表的顏色 - 所以說現在走到這個地方呢 - 這個地方是嗎 - 這個地方就是 - 他們平常法拉利在測試很多F1賽車 - 還有他們測試車的一個跑道的一個回修中心 - 在這個地方 - 特別是它重新經過了一個專網之後 - 作為發表會的場地 - 這是發表會的場地了 - 對 - 我們看到的是F430 School Dairia - 是 - 這台 - 它跟F430算是有個什麼關係 - 它是以F430為基礎 - 然後就做很多地方的一個修改 - 材質的輕量化 - 那再加強化它的以前馬力輸出 - 所以它整部車等於是減輕了100公斤的重量之外 - 然後還馬力還增加了20匹 - 所以它現在已經開始在做簡報了嗎 - 是是是 - 它就是剛剛介紹的就是它整個一個性能強化的地方 - 其實我都蠻好奇的就是大家通常心裝鼻挺的在介紹這個車子 - 他們穿的那個衣服那是相當貼切好 - 這台也是嗎 - 這也是 - 它這次提供比較多顏色的選擇 - 它這次提供比較多顏色的選擇 - 對 - 然後就是請F1測試車手 - 這次是Mark Genet - 他開過來做一個demo這樣 - OK 所以說我們現在小葉為大家選了一個地方 - 是 - 擺在這個後面的背景是什麼 - 這是一個當地的一個教堂 - 就算是一個廟堂 - 在這邊在這個見證之下告訴大家 - 是 - 他去拍了這台車去試了這台車 - 我們就來介紹一下這台車子 - 是 - 好漂亮 - 它的整個外觀設計呢 - 是整個經過一個F1的一個空氣力學的部分 - 在加以強化 - 所以那我除了最明顯的地方 - 除了就是車頭的部分 - 它進氣口形狀一個改變之外 - 再來就是它的整個車尾 - 它的車尾整個把排氣管的位置往上提升 - 排氣管往上提升 - 往上提升之後 - 它後面下面有一個分流器 - 就是現在我們看到 - 像黑色的那部分 - 黑色那個地方面具比較大 - 有六條分流器 - 對 - 它這個整個是可以加快 - 它空氣流經底盤的一個速度 - 相對它就可以增加它的下壓力 - 它的下壓力 - 像這種車子我們看不到它所謂的尾翼 - 實際上它的空氣力學是在這個底盤 - 底盤 - 它是下面 - 因為它整個車身底部全部平整化 - 真的嗎? - 我有看錯嗎? - 你們不是在賽道市耶? - 你們上街去了耶? - 對啊,一開始我們就... - 它鑰匙給我們就直接上街啊 - 就直接開上街啊 - 直接上街去啊 - 對啊,然後上街就是... - 然後有一條路線 - 然後山路啊 - 像我們剛剛拍照 - 那個... - 攝影的地方就是... - 就是... - 就是市駕的路段 - 對 - 所以說你們現在跟著... - 所以一個車隊就要出去了 - 嗯... - 講是這樣講,但其實就各走各的 - 各走各的 - 對啊 - 那你高興去哪裡就去哪裡 - 所以前面這黃色這台也是嗎? - 也是 - F430 - 這是跟我們一起出發的另外一個美景 - 這個名字念起來不太好念 - 我們在念... - Scuderia - Scuderia - 好,我們剛剛談到就是說 - 其實它是研製於這個基礎還是F430 - 是 - 在最主要的強化的部分說 - 重量有減輕 - 重量減輕,馬力增加 - 馬力增加 - 然後換檔的速度加快 - 換檔的速度加快 - 對,只要0.06秒就可以換檔完成了 - 我們先來談談動力部分 - 是 - 好,在動力部分我們想說這個 - Scuderia - 它跟原先的基礎版的F430 - 是 - 差別在什麼? - 呃... - 剛剛就一直提到它的輕量化 - 那Scuderia它的名聲 - 義大利文就是車隊的意思 - 車隊? - 是義大利文車隊的意思 - 就表示它是用賽車科技去把它強化 - 那第一個當然賽車的話 - 重量是很重要的關鍵 - 它重量減輕了100公斤 - 車身很多地方 - 像後面的引擎蓋上面的這一個部分 - 原來是玻璃 - 它變成是壓制 - 在引擎本體的部分 - 它實際上做了一個減輕的動作在哪裡? - 引擎本體的部分的話 - 它修改了活塞 - 然後進氣氣管部分把它換成是拋光 - 然後上蓋變成是碳纖維材質做的 - 碳纖維材質做的 - 對,碳纖維材質做的 - 所以相對它可以加快它的進氣的流量跟速度 - 壓縮比也因為活塞更換之後 - 壓縮比稍微增加 - 所以說整體的馬力有提升嗎? - 整體馬力從490匹提升到520匹 - 是 - 相對的它0-100公里的加速只需要3.6秒 - 3.6秒? - 對 - 你有沒有去試0-100公里? - 因為我們沒有帶出口的關係 - 加速儀測試幾秒 - 其實你的速度開到最快多快? - 偷偷到達水 - 因為它給我們的試... - 實際上我最快的地方是在它測試到裡面開的 - 可以換到5檔大概是200多 - 200多 - 200多 - 對,時速200多 - 很快一下子就到了 - 大家那種油門踩下去的聲浪 - 不要猶豫 - 非常的震撼